主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总统府熊副秘书长 熊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行政院的简秘书长 简秘书长 简秘书长好 简秘书长好 那今天我们在审这个总统职务的交接条例 那关于呢到底要不要定这个总统职务交接条例 当然今天听了一整天呢 其实大家所疑虑的就是说 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违宪之嫌 那当然我们要来看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从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 那后来就是经过几次 又这个2008年 那其实也都有所谓的这个总统职务的这个交接 那依照这个所谓的宪政的惯例 那就可以处理 所以是不是要制定这样的一个交接条例 好像也有一说就觉得说不是那么的必要 但是我们知道说 如果要用所谓的宪政惯例的这个前提 必须要有所谓的政治伦理 或是所谓的政治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来看看 就在这个历史脉络里面 我们看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竞选总统的马英九呢 他向阿扁喊话 他表示说看守总统应该要把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维护好 并且把总统选后移交的工作也做好 这就是对宪政体制的最大贡献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他当马总统要当总统的时候 他当候选人要当总统的时候 他跟这个陈水扁总统喊话说 你最好严守在所谓的看守总统 所以这个看守总统就是什么 你把交接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那就已经是阿弥陀佛 我们宪政的最大的贡献了 可是呢我们看到最近呢 好我们这个蔡英文主席呢 他要当选之后 他要这个交接了 我们的马总统说 好他的任期还有四个月 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看守 没有懈怠这个词 所以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 做到5月19号 所以我们会看到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在当他还没有接任总统的时候 他告诉陈水扁总统 你今天是看守总统 所以你所有的权责 就是做好你看守总统的职位 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这个 把这交接的工作 把它做好就好了 所以其他的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当他自己要来卸任的时候 他会说 在我的字典里面 没有这看守 也没有懈怠 我今天我所有总统的职权 我就是要做到 我卸任的那一天为止 OK 这就让人民产生了 很大的疑虑 当我在要交接之前 我告诉全任的总统 你做好看守总统的贺 当我要卸任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的权责是依照宪法的规定 我是做到 把它做完做满 所以大家会 为什么此一时也彼此也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依照宪政的惯例的前提 必须要是 我们有好的政治伦理 我们有好的政治环境 大家新当选的 跟要卸任的 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谈 好好的交接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总统的交接的条例 非常的清楚 他们就是完善 让他这整个一个交接 无缝接轨 所以你会看到说 他在整个一个美国的 这总统的这个交接条例里面 我们看到他 总统的交接法 他在1963年通过 那最近呢 2010年修改了 你会看到他整个法里面 全部都在讲说 好这个新当选的总统 怎么样能够拨款给他补助 然后提供各种的设备场所 然后呢 让他能够得到 在最短的时间内 他能够得到最完整的资讯 然后等到他接任的时候 他能够无缝接轨 那甚至呢 就说对于这些的人员 他的这个即将获得 总统任命的这些的重要人员呢 他怎么样让他 作为新任政务人员 最常遭遇到的这些的难题 这些的挑战类型等等 我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讲 国家就是国家 今天政党的轮替 总统的卸任 这只是个人的行为 当然他代表着国家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延续性的 就是国家的安定 国家的安全 这个是完全 这个不用质疑的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目标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个卸任的总统 跟一个即将就任的总统 我怎么样让你们无缝的接轨 怎么样让你的即将接任的 这些的 这个所谓的政务的 这些人员呢 大家都能够 不管是在行政院的层级 在各个部会的层级 大家都能够非常清楚 清楚的知道说 我会碰到什么样的困境 那这些的困境 以前怎么样处理 这些勉异的嘎嘎告诉你 让你上台之后 我就能够无缝的接轨 马上继续接下去 我想这是对国家的一个 最大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他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们有良好的宪政惯例 有良好的政治环境 有良好的政治伦理 但是第一个 我们不是总统制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一个 半总统制的国家 因此我们今天要把总统制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全部移植到我们这所谓的半总统制的国家 我想也不是那么的完全的合适 完全把它套过来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们再来就要来看所谓半总统制的国家 法国 所以你会看到所谓的看守政府 是在这所谓的半总统制的国家出现的 因为美国没有所谓的看守政府 因为他觉得总统就是坐满 但是我就是无缝接轨 下一任总统继续坐 但是我们是一个半总统制的国家 所以半总统制的国家像法国 法国就是所谓的看守政府 那看守政府这次是怎么来的 他就是一个遭受国会倒阁以后 或是这个总统改选以后 那总统或是新的总统 重新任命新的隔魁 那组织新的政府之前 这个旧的政府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看守政府 所以这样的一个看守政府 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说 你今天看守政府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看守 就是把你的日常政务把它做好 那日常政务指的是什么呢 那他们当然没有去逐一的把它列举 说哪些是属于日常政务 但是我们从法国的历次的判决里面 我们可以去把它归纳出来 他们一个就是有两类 第一类是什么 就是跟日常公权力的运作 或是维系公权力的延续相关的事项 也就是我们刚刚 我相信各位所讲的 对不对 当我这个依照整个法律通过的 或是预算通过的 我本来日常就是在运作的 这公权力的行使的部分 那这就是所谓的日常事物 那另外一类是什么呢 另外一类就是所谓的紧急的状态 譬如紧急状态的这个救助 譬如说我们像台南发生的这个大地震 那像这种紧急的状态的话 那当然这个就非要投入不可 所以他们一个是日常的政务 应该要去做的 另外一个是紧急状态的救助的 这种东西你要去做的 所以非常的清楚的 看守政府 就是你不要再去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要的目的就是要 我让他无缝的接轨 交给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的说 他们不能够做的是什么 明摆禁止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对公务机关 公务员 那与他的法律地位所为 具有延续性持续性 改变效果的政务 你是不可以去做的 所以呢等于就是说 你重大政策的变更嘛 对不对 或是一些新的一个重大的政策 那这些你都不可以 那当然这里面也会包括说 我今天出来去签一个合约 对不对 去签了一个地结 跟国际之间地址一个协定等等 那这些都已经不是日常的政务在做的 已经是一个超越了你的正常的政务在做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的 就是我们固然期待能够像美国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总统制 那我们是法国制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所谓的看守 那看守政府 所以马总统在2008年 他也自己也对陈阿扁 这个陈水扁总统喊话 说 请你做好看守总统 请你不要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请你把你的怎么样 你的看守总统 你的这个所谓的移交的事物 把它做好 严守在宪法的分纪里面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的 用这样一个标准 要求我们的马总统 也请你一样 不要去做那些超过 就是说很积极性的事情 你只要去做所谓的 看守总统该做的事情 因为看守总统要做的是什么 因为我准备卸任了 对 我准备要交接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今天基于这权力分立的原则 固然各位讲的没有错 我们不能够透过一个立法权 去把总统的职权剥夺掉 这是违宪的没有错 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的 这交接条例呢 我们要去对总统的权限 其实我们就说 就是在看守的这个权限内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 看守的一个规范 就是说你总统多守节制嘛 对不对 虽然宪法上有给你这些的权利 的确你有缔约权 你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两岸的权利 国防的权利等等 但是你不要在这一段已经要准备卸任的时候 又突然变得非常的积极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然后就搞了一堆 固然这是你的权限没有错 可是这个不是国家之福 这个也不是站在国家安定的立场 对不对 国家安全的立场去做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讲 回到2008年 我们的马总统 反正马总统学法律的 陈总统也是学法律的 两位学法律的人 大家都非常知道宪法怎么规定 所以呢马总统在2008年 对阿扁总统的喊话 请你做好看守总统 请你把这个 当把这移交的工作做好 应该把社会安定 国家安定 这个把它维护好 那这就是看守总统该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在定这个法 其实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上 我们也同样的呼吁 我们的马总统 你当年2008年 对陈水扁总统的呼吁 今天也请你信守这样的一个呼吁 然后来做好这个所谓的 看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权责 这样的一个看守总统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说 站在看守的法理里面 我们把这个权限呢 希望它是在一个收尾 跟交棒 而不是一个积极性的 去做各种的拓展 各种的签约 对不对 各种的这种积极性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 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制定 这样一个交接条例 否则的话 我们就每四年交接 就搭炒一次 那永远没完没了 这种精神 这样的宫观 这是同意的 考的 但是你不能在条文里面 做一些跟宪法条文 违背的那种文字在里面 好 那我想那个是文字修改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 就是说 对 这个交接条例应该定 对不对 而且应该尽快定 那是呢 里面就是说 有些的文字 不是那么妥当的部分 荣有修改的空间嘛 对不对 没有错 好 那这个秘书长是不是也这样 是 那个针对委员的这个垂巡 事实上我分几个部分来谈 事实上我觉得 总统这一次 对交接的工作 他非常的积极 选后1月16号 知道结果以后 19号我们就成立了交接小组 一个月以后 我们就跟接卸任 就是接任政府的交接小组 来接触 事实上那一天 我们已经提供了29个 联系的窗口 跟我面移做的事情 只是接任政府那边 始终都还没有把 这个进度来推动 然后我们所根据的一纪 就是以2008年 刚才简秘书长 有特别提到了 所谓的一个交接的原则 完全是一纪2008年 陈前总统核定的原则 总统这次就完全忠重 2008年当时的原则 以及现行相规法律的规定 所以就时间就一纪 就交接小组的运作 我相信总统是符合 整个宪政的伦理跟惯例 好 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这一部分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这个只是 限于政权交际的 这些细节的规范 但是我们也看到 马总统要积极的出访外交 他也讲说 我这个权限我要做满做完 所以在这里 其实大家在正义的 第一个人事 所有的立委全部都在质询 为什么在选举当选之前 人事大调动 就这些种种的举作 要出访外交 然后要人事大颁风 然后甚至各个部会提出 什么五年十亿 五年一百亿 一千亿的这种重大的计划等等 这些的举措 跟马总统 你刚刚或是我们的 副秘书长所讲的 事实上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 引起人民的疑虑 才要去定这样一个交接条例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这样 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个大原则之下 我们把里面的文字稍微调整 是不是可以这样 好谢谢 谢谢邮委员 来谢谢两位 我们接下来请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时间八分钟 谢谢邮委员